嘿 大家好 我是MNike 叫我A夢或我E夢 那今天呢 我們來介紹這個松鼠活動的SP關卡攻略喔 那這個SP關卡呢 如果你練度比較足夠的話 想要三回上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那即使沒有滿等 你知道你的角色的星數是足夠的 想要通關呢 應該也是不難的 那接下來的三個MOD呢 我都會分成三個POD來介紹 首先第一個POD呢 是我會簡單介紹一下這個MOD的配置 它是怎樣子的怪 怎樣子的能力 那第二個POD呢 我會介紹一些我整理來的 可以一隊通過那個MOD的陣容喔 會貼圖片這樣子 那如果你配得出這些陣容的話呢 想要三隊通過這個SP關卡 難度應該就是不高的 那第三個POD呢 我會介紹說 如果你有缺角色 或者是說你的練度比較低 你要用一些比較湊合的打法的話 有哪一些角色或哪一些打法可以使用 那接下來這三個MOD呢 都會分成這三個POD來做介紹 那我們就馬王開始吧 那首先呢 是MOD1的部分喔 MOD1一如往常的是這個幻影喔 這個幻影呢 我個人認為有兩個地方是比較麻煩的 第一個地方呢 是羊陀的物理防禦真的非常的高 你如果使用物理的陣容去推的話 羊陀會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打 你如果是練度比較滿的玩家 用法隊呢 MOD1是會比較快推過的 但是即使你用法隊去省個10秒20秒 最後你還是要三回才有辦法打完 所以這個地方物理跟法隊是都可以的 反正都要三回 那第二個麻煩的地方呢 是這個真陽的部分呢 真陽他會有一個推啦 所以呢 你如果坦克沒有嘲諷 給他一直推一直推的話呢 最後二號位露出來就很容易被單體的BOSS啊 或是小坎給打死 那這個是使用物理隊的時候要注意的 你的坦克呢 最好是要有嘲諷的 那畫面上面的這些陣容呢 都是我有看過實際上有通關的 那你如果可以抄這些陣容的話 應該就都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AUTO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完全的抄起來的話呢 就是記得說物理隊的話 坦克要有嘲諷 當然新年可蘿是最好的 你如果沒有新年可蘿的話 留下啊 或者是空花啊 都是可以的選擇 但是你如果使用留下或空花的話呢 就要再放一個補師啦 琴姐 或者是優衣 都可以 你如果放新年可蘿的話 後面不放補師也是可以的 新年可蘿加物理隊 這樣子是補得過的 你如果等級有個150 160的話呢 是不會倒的 那你如果使用法隊的話呢 當然就是要有一個坦克嘛 坦克呢 用這個泳裝的咲戀 或者是酒鬼都是可以的 那後面呢 就放一些魔法的破防 跟這個回血 新年優衣 或者是優衣就可以了 就可以通過這個MODE 1了 難度應該是不高的 那再來就是MODE 2的部分喔 這一次MODE 2其實就是超級強化版的VH啦 你一定要打到後面那個金髮的擊敗人 如果沒打到他的話呢 那防禦會高到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值 幾乎是沒有辦法打的 那所以呢 雖然陣容都是有辦法AUTO通關的啦 可是手動的成功率是比較高的 畢竟你AUTO的話 會受到RNG的影響 假設開UB的時間 不一定會是那一個時間 有可能會打在沒有降防的時候就打不出傷害 最後導致說你沒有辦法一對通關這樣子 所以手動的打法來說呢 就是看這個破防的部分喔 例如我現在畫面上面的這個陣容是只有物理破防的 代表說我只要看到左上角BOSS的血條下面有魔法的破防 就是他有破防的時候就可以打 那畫面上面的這些陣容呢 是我有看到說可以一回通過MODE 2的陣容啦 當然這些都可以AUTO 只是你如果呢 用我剛剛說的方式去手動的話呢 成功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你配不出這些陣容的話 我稍微講幾個角色是可以使用的啦 物理隊來說的話 萬聖炸彈一定是比較優秀的選擇 因為萬聖炸彈有兩招可以打到 他的小招是打得到的 然後他的UB呢 也是打得到整體的覆蓋率會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說你沒有萬聖炸彈 或是說你沒有練的話 原版的貓賊也是可以的選擇 然後像這個小堪也是OK的 那這些是物理隊的角色啦 所以如果你搭配物理的破防 他也可以再造成一些物理的傷害 那如果真的弄不出這些角色的話 像魔法霞 或者是說 呃 像這個六星的凱流啊 都是可以的選擇啦 就是放一個角色負責去打後面的那個擊敗人 然後呢 再放三個角色做物理的輸出 那輸出現在最好的當然就是六星的日和嘛 然後六星0 然後再放一個 你要放克總也是可以的 就放一些物理的輸出 那最後呢 再放一個回血的角色喔 那六星的優衣呢 相對來說是比較優秀一點的 因為六星優衣在針對物理的防禦來說是非常強勢的 你真的沒有六星優衣的話 可可蘿也還可以啦 只是比較容易滅團 有可能會要打兩回 這個破角之星的六星還是非常的強勢啦 這三隻角色都還蠻推薦新手可以盡早把他練起來的 在各個地方都是用得到的啦 那以上呢 就是這個MODE2的部分 那最後呢 就是MODE3的部分啦 MODE3的話 如果你有六星的優衣的話 難度真的是不高喔 你只要放六星的優衣 然後不管是物理還是法隊 你就是放兩個破防 然後放兩個輸出 這樣子就可以順利的通關這個MODE3了喔 如果你練度比較低的話 可能就打個兩回這樣子 打法都是一樣啦 只要有六星的優衣 這個MODE3就沒有什麼樣的難度 那我有看過通關的這等於是畫面上面這些啦 但是其實都可以做替換啦 只要有放優衣就是可以的 如果你真的沒有六星的優衣的話呢 其他來說有護盾的角色 會稍微有好一點啦 像是新年優衣這個樣子 可可蘿也還可以啦 就是放一個補血的角色 然後再放輸出這樣子 那你如果發現說你沒有六星優衣啦 你放其他的補師會補不過的話 當然就是多放一個坦克 或多放一個琴姐之類的 只是可能就會要打更多回啦 當然就是這個樣子啦 反正破曉的強度真的是非常的足夠 每一隻角色呢 在他的專屬的領域呢 都有決定性的地位啦 還是可以稍微農一下的好不好 測現在這個VH兩倍 可以趕快多農一點 好啦 那今天呢 就介紹這三個MOD就到這個地方啦 其實這一次的SP關卡 我覺得研究起來沒有什麼太多的難度 沒有太多需要研究的地方啦 都還蠻簡單的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利的通關這一次的SP關卡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